通脹持續,有市民慨嘆要捱買貴的菜 弱勢家庭的壓力就更加大 有學者建議政府推出臨時措施 按通脹價百分率 為弱勢家庭提供補貼 黃彩晶報道 柴米油鹽相繼宣佈加價 過了年之後,通脹未有停下來 市民買菜叫苦連天 很貴,貴得很重要 豬肉和菜都貴得很重要 不知是否天氣影響 如果再貴下去的話 再貴下去也要吃,吃少一點 貴了一半 差不多 我們沒錢就有壓力 在通脹持續下 不少弱勢家庭的收入都追不上 有學者建議政府制定臨時的經濟援助措施 協助低下階層和弱勢家庭度過通脹難關 他們這段時間賣菜等等是非常貴 所以可以有一些生活的補貼 這個生活補貼是根據通貨膨脹 那個百分率來調整的 長期來說,政府是應該訂立一個制度 尤其是在國際社會福利裏面 特別是經濟援助方面 它其實應該要根據通貨膨脹 是有自動調整的機制 他說,政府現時每一兩年才調整一次 經濟援助金額是不夠的 建議設立具有彈性的機制 援助金額要因應市場上的物價而作調節 才能夠真正援助到有困難的人士 另外又建議政府為市場開設更多來貨渠道 引入競爭令物價又減價的空間 澳門電視台記者黃彩晶報導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